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下午好 非常开心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和大家就这个维图书记 快速确认化后节课方面的问题 做一个这个比较简短的这个交流 这个合资共振和我们这个生活息息相关 一共有这个十位学者 六次获得这个诺别奖 他们的主要贡献都是在这个合资共振方面 比如最早是1943年 然后最晚的是2003年 分别在这个物理学 化学和这个生理 及医学奖方面获得这个诺别奖 就一门技术来说 就单个技术来说 能够这个六次获得诺别奖 在这个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任何技术 除了这个合资共振 都没有起来这么大的成就 这个数据库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功能 一个是探浦查新 一个是信息查新 探浦查新包括精确 模糊 深度 机团 和不精确库查新 信息查新包括话后名称 分子室 作者以及知识名称 检索 这是探浦查新的一个界面 最上面是探浦输入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数字用逗号给它隔开 当然现在可以这个由大到小 或者由小到大 甚至乱系都没关系 都可以的 但是数字之间的这个一定要用逗号 这个逗号是一般角的逗号 不是我们这个中文里面 长英的那个很大的那个逗号 英文的逗号给它隔开 这个文本框里面就是输入这个探浦的数据 在这个文本框里面输入 输入之后 然后下面有五个选项 一个是精确 模糊 深度 机团 和不精确库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 进行选择 再往下是农机 农机选择 可以选前部 也可以深入 这个查某一种农机 然后是设置农差 最下面一个按钮是 检索的按钮 接下来我们简单要讲一下这个五种这个探浦查型的这个区别 或者它的特点 精确查型它主要是针对已知化合物进行检索 当然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模糊查型它既可以查新化合物 又可以查这个已知化合物 对新化合物来说 它可以查出这个化合物结构 比较相似的一系列化合物 深度查型它需要输入这个碳原质的个数 这个它是对这个模糊查型的一种补充 鸡蛋查型它主要是这里少量的13碳 碳13这个核磁数据进行检索的 比如这个在这个数据中发现了一个一些比较大或者比较偏 比较怪的值 比如226或者230240 这种比较大的值或者比较特殊的值 我们可如果想要了解一下这个碳原质 周边的化学环境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单个的查一个值 输入这一个值 当然输入最多的值是6个 不经济可查型它主要是针对这个 有些文献里面它只给出一个相对的范围 比如这个含这个常年社交的一页化合物 进行检索的 这里还有一个概念一个是龙叉 龙叉就是假定就是计算机的计算的时候 假定两个数据相同 所引起的差值 比如我们设龙叉为2的时候 系统就认为21.5和23.4它是相同的 当然21.5和这个19.6它也是相同的 它的上下的一个波动 上下的一个波动 在经济查型里面这个系统默认的龙叉是0.5 其他的四种查型中这个系统默认的龙叉值是1 我们可以采取这个系统的默认值也可以自行输入 我们建议是这个采用系统的默认值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一部分早期的文献包括现代也有极少的文献 它里面没有写这个龙剂的这个 具体的是哪一种 龙剂只是空着的 有个人是做着疏忽了 或者什么原因 他没有写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去选哪一种龙剂的话 反正有些化合物容易漏掉 当这个查型结果不理想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龙叉塞大一点 知道 龙叉越大 它查型它的化合物它会越多 它会越多 这个再讲一下什么龙剂 就是我们龙剂样品的时候 所用的刀带式机 比如立方 丙铜 甲橙等等 都是刀带的 这个龙剂选择 所以我们是尽可能就是采用系统默论值 虽然这个算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 我们就 就等一下 这个 TAMP输入这个格式 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 这个中间一定要用这个英文的调号给它隔开 当然我们可以手工的输入 也可以采用这个软件 比如这个Messlenova这个软件 它能够直接把这个 把这个延似数据 这个TAMP值 能够读出来 能够复制 复制过来 复制粘贴过来 当然这个复制粘贴的时候 你要注意要把这个龙剂 这个龙剂的这几个值 要给它弃掉 或者你多了几个值 查出的结果 可能就是不对的 这个软件可以把数据读出来 当然这个是真正的 你这个图谱是有原始的那种文件 就是你把这个原始文件复制回来 然后用软件可以自己编辑的这种 而不是简单的读这个PDF和这个图片 可以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然后复制粘贴出来 就不用手术了 我们在录路这个TAMP数据的时候 要尽可能把一些 我们认为它是 跟这个化合物不相关的一些风 给它弃掉 首先是这个刀带龙剂风 就我们用刀带试剂 测出来的这个 它本身这个龙剂 这个显示出来的这个峰值 这个也弃掉 还有没有完全真干的一些残留龙剂 比如我本来是立榜车的 但是我前面有丙铜龙的 我没有真干 这个丙铜它也会出风 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风要给弃掉 还有一些自备板上的一些杂质风 就是自备柱 或者陈迅柱上面的一些杂质风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值 这里有两篇这个剂除 这个刀带这个龙剂风的这个 两篇这个文献 刀带龙剂风 以及残留的龙剂风的两篇文献 一个是GLC97年的 一个是有机金属10年的 接下来我们细体看一下 这个是GLC97年这篇文献 它列集了最长印的七种 七种龙剂 比如立方 丙铜 DMSO 刀带本 乙径 甲乘以及种水 这个第一行是这个刀带四季的值 比如立方它的这个龙剂风 立方的这个刀带值 就是测出来的 是77.16左右 77.16 然后这个往下是一些残留龙剂的值 残留龙剂的值 比如这个丙铜 丙铜 丙铜 如果是用这个没有蒸干 它在立方下面是 呈现的值是207和30.9左右 如果是在这个丙铜下面 在刀带丙铜下面 它是205.8和30几 你看这个值相差还是比较大 差了这个2 差到1到2了 还有204的 还有215的 所以这个不同的龙剂 它这个测出来的这个碳普值 它会相差比较大 有些你看甚至达到了 215到204 这个值就能达到了10 达到10这么大 这个下面都是一些这个残留的龙剂 所以我们这个拿到探普的 探普的这个普图的时候 我们也先想一下我们这个龙剂 我们之前是用哪种龙剂 龙剂的 我们先查一下有没有这个龙剂风 这个是10年 这个有机金属里面 这里面这个前面是7种 这里面就10多种了 常用的这个刀带4剂 刀带4剂 这上面的一行一样的 这个是刀带龙剂的风 下面的是残留的龙剂风 残留龙剂的风值 这个有点变形了 这个是资费板 资费板上现在可能用的比较少了 现在这个手段都先进了 不像以前还要用这个保采 这个 资费板 这个地方这个图有点便宜了 这个怎么来看 这个资费板上带下来的杂质风 就是你如果 有五六个画物 它在相同的地方都有一个风 或者什么的 有一个这个 风和纸 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它那个资费板上带下来的杂质风 比如这个这个一点这个是立方 立方 立方农机 好的 这个是1.27和1.29这个地方 当然你要联系做几个相同的做几个画物 你才知道哪一个是这个杂质风 在这个探部上这个29.7左右 29.7左右 就是你联系做五六个画物 都发现都有这个29.7 那你就要做到这个可能有问题 这个字 这个是经济查型的一个几例子 我们把这个数据 77.8 84.3 然后按这个格式输进去 中间用这个英文斗号 就是那个比较小的那个斗号 然后这个下面是显像 显中这个经济查型 然后这个农机全部 红差点点五 因为经济查型 这点点五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检索 这个是检索的一个结果 华文名称分子室 期刊的杂志 年、建、业马 然后题目 坐着 坐着 然后下面是这个结构 这个是会点进去的 按钮 结构 然后是碳13数据 然后结构和碳13的这个数据 然后期刊的地址 当然这不是文章的地址 这是期刊的地址 这个是PPE的一个报告 这个左边是点击这个 这个图的这个就会出来这个 这个发布的结构图 右边是这个 它的文章的文献里面的这个探浦值 文献里面探浦值 这是农记 这是位置 这是探浦数据 这个是 这个图的这个结构和这个 和这个数据放到一个图上面 就便于大家看 有些人喜欢搁在一起看 这上面是图 下面是结构 这个是模糊查型的一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数据收进来 然后显著模糊查型 然后农记 农差 设为1或者2都可以 然后相似度 这个60%以上吧 这个70% 然后这里多了个显像 一个是天然产物 NAT 和一个合成产物 因为现在发布 数量比较多 接近170万 我们就简单的来分了一下 因为这个查起来比较快 为了提高检索速度 我们把这个分成天然产物 和合成产物库 当然这两个库 它不是截然分开的 因为很多这个天然产物 以前也就曾经合成过 这里我们如果是做天然产物的优先 就显这个天然产物库 如果这个天然产物库里面 明明查到这个合适的 我们再在这个合成库里面 再搜一下 点这个检索 一共查到12个化物 就是按这个相似度 由高到低的 百分之百 86 当然这百分之百 基本上就确定是它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相似度最高的八个化物 就是刚才有百分之百 这是百分之百相似的 然后是接下来最相似的七个化物 给它列到一起 我们看看它这个可能说明些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八个结构图 这个有不同的纹线 它这个化的有点不一样 这个结构化的不一样 但是它的基本股价是一样的 上面一个本环 下面一个本环 中间一个八阳环 这里结构叫做连本环心息的 一类这个木质树 虽然化的不一样 但是这个股价是一样的 这个画法不一样 然后不同的就是它这个本环上面 或者八阳环上面的起带机 它不一样 如果比如第一个化物 我们假设没有查到的话 我们在其他这些这个结构上面 也很快能够把第一个化物 给它推倒出来 所以这个模糊查形 它能够这个为这个新化物的结构解析 提供很多参考 提供参考 这个是深度查形 深度查形它是主要是用来做 这个模糊查形的一个补充 这里需要输入的多数的原子数 这里多那个显示下 就是我们假设是在这个15个碳原子 我们15个碳原子 你觉得碳原子数 15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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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机团查形 机团查形最多只能阵地六 六个以下 多了 是五个 数了个五个碳原子的一个机团 这么一团数据 这团数据它是 这个圣子先机的这么一个机团 检索列 这是紧列出 20个化物 紧列出 这可能很多 还有这种机团的 这是第一个化物的结构 我们给它放出来 它这里就含有这么一个机团的 TIG集团 甚至先机的这么一个结构 最后的这个一种查形是不经济库和前面的这个探部数据我们是另外给它单独建的一个库 因为这里的化物它这个文数据格式它是不一样的 在文献里面这些这个 这些化物的探部它不是每一个都给出这个具体的值而是有一部分值它只给出一个范围 只给出一个范围 比如这类化物主要是比如长电C72的 然后多个本环 对的 还有一些这个探部子和这个龙季风有重叠的 就是这一类化物 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比如这个是GLC99元的一篇文献 你看在这个地方它打了个括号 打了个括号写了个N 这里是这个就是含有这个很多个CHO 这个地方含有很多个CHO 在它的数据里面 碳部数据里面 你看这个地方它就其他地方给出的都是机体的值 然后这个地方给出的都是一些范围 给出的一些范围 这是一张典型的长电C72的这个探部的图 我们你看在29左右 29左右的话出现很多这个堆在一起的这个峰值 对这一类化物怎么来输入呢 就是我们在输的时候不管这里重叠到多少 我们能够上面能够看到多少 就是显示出来多少 我们就给它按生息 给它输进去 当然由这个其他的值也要输 其他的值也要输进去 全部给它输进去就可以了 前面是这个探部查新的一个介绍 这接下来讲一下这个信息查新的一个介绍 这个是一个信息查新的一个介绍 发物名称作者植物名称分子4 四种这个查新这个检索 发物名称我们尽可能参用英文名称 尽可能参用英文名称 如果存在通俗名或系统名的时候 我们一般以通俗名来检索 通俗名进行检索 系统名都是很长的 你这个随便哪里输出了一点 或者多个空格或者少个空格 这个可能就查不到 包括我们库里面有时候也是 主要是建的索引也是这个通俗名 这个其他的一些闲光纸 这些内销闲这些就不用再往里输 这个作者检索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各个期刊 它这个作者的格式 它可能不一样 所以检索的时候 要适当变换这个格式 有些这个期刊信在前 有些信在后 还有一些这个名字中间 有这个这个连接符 就是这个一杠给它连起来 这个我们查的时候 都要这个适当的变化 比如你要知道了 想知道哪个老师 发了那些文章 这个我们就 这个要给它变得查 植物名称检索的时候 以植物署名 植物署名或者 或者这个总名 这个进行检索 就是署名加总加词 总加词进行检索 不要加这个命名人 命名人不要放进去 分子四检索的时候 一般按这个碳氢氧氮 这个杂眼纸 这种信息来检索 这个查证的时候 尽量采用这个英文名 来进行检索 当然我们库里面也 收入了少了那些中文名称 但是英文名可能是占多数的 这个是以戈米兴 戈米兴作为画画的名称 这个进行个检索 一共查到100多条 100多条戈米兴 木兰科五位子 五位子署的 五位子署下面的一个 典型的这个 特有的这个一流画画画 戈米兴 这个是以这个 我们这个申汉冬 这个 申汉冬院士 这个作为名称经理检索的 我们把这个信放在后面 名称中间一个连接符 查到1000多条 然后把这个连接符 名字之间连接符 弃掉又查到100多条 这个是以这个 五位子科南五位子署 科南苏朗 这个作为检索的时候 查到400多条 400多条 然后以这个 碳15 氢二氏氧二氧二 作为分子四 进行检索的时候 查到500多条 500多条结果 所以对天然产物来说 同分一构体 它是非常多的 仅仅知道一个 这个 分子四 可以说用途是很小的 我们现在这个 收录的期盘 国内外的 有900多种 重点还是 这个天然产物方面的期盘 因为当时建这个数据库 因为主要是就想解决 这个天然产物 这个结构 建议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这个 自始至终都坚持 这个方向 像这些这个期盘 我们都从这个 唱刊 或者是如果唱刊 很早的 我们就从七几年 大概探布是 71年 72年 73年左右 就开始有了 这个前面是这个 前面讲的都是这个 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 其实用起来很方便 就是也很简单 把数据输进去 然后写一下就可以 这后面是 我个人在做 这个 化合结果 鉴定这个 实际 接近20多年 这个一些 个人的一些想法 和一些经验 大家可以 这个有兴趣 可以听一听 比如我们 一般来说 分类到一个化合 我们一先要做个清谱 第一个是 清谱比较便宜 第二个是清谱 做起来很快 几分钟 站在旁边 他就可以帮你做出来 做完清谱之后 我们可以 从这个清谱 也能得到很多 有用的 有用的信息 我们可以 可以知道这个谱 大概成不存 然后还可以知道 这个量 大致有多少 能不能接着往下 做探谱 很多人说 这个量 我肯定是拿这种 精密的天平 我撑一下 其实这个 撑的很不整的 你看你一个 放在这个 一点点几毫克的东西 如果放在几克的里面 几克的那个 瓶子里面撑 你想那误差 可能会很大的 这个 先看它的程度 程度怎么来看呢 程度是看这个 清的个数 是否有这个 整数比例关系 就是下面积分的值 这个123123 这些值 有没有整数比例关系 当然主要看左边 左边是这个低场 数据大的 所谓低场 右边数据小的 所谓高场 比如这个是1 这个2.05 2.05可能是接近 可以认为是2 这个1.094 可以认为1 这1.01 你看这个比例是121 1 1 2 你看这个花物它程度 它是比较好的 不会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你还可以看一下 这后面 后面的甲基 这些 看看是不是 有没有比例关系 后面的这些分子 但主要看左边 因为后面很多是 几个青砸在一起的 不一定很整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你这个量 大致于多少 这个看这个量 首先的前提 你看那个刀的实际 刀的实际你不要加太多 有些人可能是 有些实验室买了一大罐 一大盆 一大罐 我就低很多 这个是不好的 这个 它这个测出的效果 跟你主要是看 它的摩尔浓度 你摩尔浓度 如果你浓气加得太多了 它的浓度反而降低了 这个测的效果 它不好 就是如果是单 那种买的是一支一支的 给那个打针的那种 摩尔平化那种 就是放一支就够了 然后比 跟你这个浓气风 跟我们这个 侧的左边的 低场的这个风值 高度大致比一下 如果你的值 比它略微矮一点 这种来说 你的这个量 做个探谱 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甚至你的这个风值 比它的更高 这么那个量很足 这个做探谱 更没什么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有些比较 就是有时候分到的 自己做的还可以 但是打个探谱 就打个清谱 我做了一套糊涂的 一些这个图谱 这个是 这当年我自己做的 这个就分地道的这么一个 这可能不止一个画物了 二几个画物在里面了 这个是 C-D-C-R-3 这个浓气 然后看一下我左边的这些风 你看 相对它来说 这个风很矮很矮 压得快没有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 也没什么比例关系 碰到这种情况 那这个这个值 这个话 这一堆我还要不要往下分的 那可能没有必要了 这个 这个 量计少又不成 这种就没必要 我再往下分了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导臺四季的值 然后这是 这是样品的 你看这个值 比这个 比这个相比较 这个已经压到非常非常低了 是吧 这么量是非常少的 如果你要去做 如果你特别好的仪器 联系做个一两天 也许能做得出来 但是一般来说碰到这种 你不要去做了 这个量特别少 我们这个探部之间的 这个检索一般来说是 先用经济查型 然后用模糊查型 当然你直接上模糊查型 也没什么问题 模糊查型 或者这个模糊查型 你就行 先在这个天然库 然后在核证库里面 收一下 如果这个都没查到 或者没有好的结果 觉得不太对 就是可接见的地方不多 我们再到这个 不经济库里面查一下 在这里面再收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会 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容器 发现和这个文献里面的容器 不一样 这个时候很恼火的 前面我们从这个 两篇文献 GLC和这个有机金属里面 那个就是 那个刀代事迹 和这个那两张 那个标里面可以知道 它这个容器不一样 它侧着的值 它有时候会有偏差 甚至偏差很大 所以这个就有 对我们这个就是 造成很大的干扰 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 化学之前 我们要多看 冷线 冷线调养 就是这个工作很重要 就是我们看看 别这类 这个植物 或者这个物种 别人都分到 哪一类化合物 这类化合物 大致别人是用什么 容器 容器的 这个我们要有 心里要有谱的 不能说我就想用什么 就用什么 或者很 有些我就一直用DM的时候 忘了农机 我都喜欢它 这个是不对的 看一下别人的 然后尽可能采用 别人一致的这个刀代事迹 这个会省很多事 如果实在是 实在是 这个 已经 用错了这个容器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 容差值 设大一点 设为 容差值 设大一点 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降低 不同容器 带来的偏差 比如本来是一个化合物 一开始排在第十位 我把容器设大一点 它也可能排在第二位 或者第三位 这个时候 它就 你就容易注意到它 就容易注意到它 还有一个就是 当化合物可能 存在多种构型 或者取代的时候 不能确定 你文献中的化合物 是不是同一个 就是它存在变数 有些化合物很简单的 它也没有什么变化的 这种就是差一点 关系也不大 就是你 因为你不同的容器 你差一点 是没问题的 但是它可能 如果有多个取代机 或者多种构型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就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化合物 可能被你漏掉了 碰到这里 这个结构的时候 你拿不整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你的刀掉式机 给它蒸干 给它放干 然后再做一次 这个探浦检测 就是你用别人 在文献里面的这个容器 来再做一次 这个是最展示的 这个是一个新化合物 这个结构的一个几例 这个是最简单的例子 这是我们测的一个探浦的图谱 这个最高的两个 这肯定是刀掉式机 刀掉式机 丙铜的 刀掉丙铜的这个分子 我们把其他的这个纸 其他的纸给它漏进去 全部给它输进去 一检索 这里设的是2 能查 这个相似度是70% 一检索 查了个92%的 这个这么一个华物 我们就说了 我们这里有个功能 后面这两年新增加的功能 叫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我们直接点这个数据分析 就比较简单了 这里就把这个您的数据 就是我们输进去的数据 这一列 然后这个是文献里面的数据 好 明显到我们的数据 比它这个数据 多了两个值 一个171.3 一个17.8 如果这个大家对这个 探谱的这个 核词数据 核词比较 有点的研究的话 或者比较熟悉的话 我们一看这两个值 就知道 这两个值 有可能就是一个 乙仙基的一个鸡团的一个值 乙仙基 这么一个鸡团 而这个化合物的结构 你看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变化很小 就是这个地方多了两个值 我们一看这个结构 再来针对这个结构分析一下 这个结构 其他的值基本上不变 然后多两个值 那多两个值 接着拿得好呢 那肯定 可能接在枪击这个位置 起来枪击可能是最好的 就是乙仙基 把这个位置枪击起来的 当然我们这个最终确定结构的时候 你肯定还要做这个高分辨值谱 高分辨值谱 就看一下它的分子式 看一下它的分子式 然后还要做一点二位谱 看看它这个是不是连接了在这个位置 前面是这个新化合物的 这个最简单的例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混合物 我们经常会分离的时候 本来开始量很多 分着分着量也少了 然后始终有两个画物没分开 甚至三个画物没分开 你分的量很少 你再一起分离 怕分的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强行的 利用这个数据库来进行解谱 比如这张图谱 这是我以前博士顿文期间 碰到的一个画物 两个画物 看这个图 明显可以看得出 上面肯定是一个画物 下面这个比较矮的肯定也是一个画物 这个探谱虽然说可以这样看出来 但是清谱它很多是搅在一起的 清谱没有这么明朗 清谱没这么明朗 所以这个画物我一直都放了很多年 我都没有去解 因为根本上解不出来 也不知道 对这类画物也不熟悉 主要是不熟悉 然后前些年我把这个图围翻出来 我把这个高的值放在库里面一检索 查了一个百分之百相似的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把这个比较矮的值一共比较14个 给它 给它 录下来 录下来给它放在里面进行检索 查到相似度最高的是一个93.3的一个包 这个是这个库里面的这个文献里面的值 这个上面是我书的值 两个一比较发现我的书的值少了一个数级 它这个文献里面比我多了个25.6 25.6我再把我的图谱再放大了一看 在这25.6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图级 因为量普遍的都比较低 它没出来 没出值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矮的这个化物 就是刚才检索到的那个化物 还有一种就是一构体 一构体的解析 一构体怎么来看呢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一构体的 碳谱我们给它放大了看 几步放大 发现这个很多值 很多碳谱的峰值 它是一对一对出现的 两个两个出现的 当然这里也有这个地方 这里可能就是两个值是靠得很近 完全跌在一起了 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初步可以认为它是一构体 可能是两个混合物 一对一个体 当碰到这种情况怎么来检索呢 这个就要和我们这个作者 这个习惯相配配 有些人喜欢把它两个混合物 当时给它起一个名称 然后探部书记 给它搅在一起来发表 还有些人喜欢当成两个化物 分成两组 来进行 给它面称两个化物来进行这个发表 所以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一开始我们可以考虑这种 把所有的探部书记上面看到的 当成一个化合物输进去 进行检索 看看有没有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好的结果 我们再把这两个 把这个书记分成 人为的分一下 可能会分错掉了 没关系 能不能分 分成两组 然后随便提一组数据 提一组数据 比如我提这个二色 红的这一组数据 提进去 进行这个检索 我就是这里 模糊查型 然后给它设置好 进行检索 好 一检索查到 这个两个化物 一个是J构型 一个是E构型 都是85.7的相似度 正好 这是右边是它的图 右边是它的图 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文献里的数据 和我们这个图上的数据 仔细的仔细的比较 这个是经过我的比较 发现这个 这两个化物 就是这个文献里面的这个化物 之所以这个没有完全这个相似 因为部分数据 我看到它分组的时候 分错了 这个是正常的 分组的时候分错了 这个 接下来是这个常见的一些 这个 二十四海期刊 就是收录这个天文厂物的 一些期刊 比如这个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是这个德国应用化学 德国应用化学 以及这个美国化学会制 这两个期刊 都十多分的 然后是这个 这个我弄成红色的 是发表这个天文厂物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点的这个期刊 这个影响因子每年都会变 就是这个 但大致的好的期刊 它就是好的期刊 差的期刊 它就是差的期刊 比如这个是植物化学 在老牌的这个 发表天文厂物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GMP 天文厂物杂质 然后这个四面体 这个发表一些 这个结构比较新颖的一类化物 载体 然后四面体派报 这个是 中国植物学报 这是公开发表的这个期刊 就是公开下载的 Molecules分子 在这里上面每一篇 每一期也都有三五篇 这个天文厂物的文章 还有这个Planet America Planet America 这个分数 我是按这个由高到低的 这个信息 但是有些它在变动 所以后面调了一下 这个天文厂物记录 天文厂物记录 还有这个生药学杂志 在日本的 日本的生药学杂志 还有这个Betochemistry letters 植物化学快报 这个上面也是 基本上都是这个天文厂物的 还有这个NPR 天文厂物研究 亚洲天文厂物研究 这个也都是 基本上都是发表天文厂物方面的文章 接下来就是这个影响音质比较低的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 我们自己所分离到的化合物 一个结构是不是 星与活性好不好 如果结构 星影 活性好 我们就挑一些 一些影响力 比较大的期刊 发表 如果这个结构比较 新影 然后这个活性 不是很好的 这种可以发现 比如这个四面体 Overload 之类的文章 如果这个结构不信 也没什么活性 你就选一些 这个点点几的 或者这个1点几 2点几 3点几 就看你这个化合物了 如果你有五六个 或者七八个化合物 对在一起的 就是放在一起发表了 这个影响音质 就会发高一点 今天这个 讲座 也可以说 和大家这个 不能探讨的 这些问题 基本上就 结束了 非常感谢 这些老师和同学 他的百忙之中 来听 希望没有浪费 你们的这个时间 对你们有点帮助 好的 谢谢马老师的详细介绍 那接下来是这个问答的环节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可以现在提出来哦 我们这场培训的PPT 那之后会放在这个图书馆的导航上面 然后呢 这个视频的话 也是会之后上载到这个图书馆 我们有一个YouTube的账号 还有Bilibili的账号上面的 那大家 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看回放的 这里也有我的这个联系方式 如果事后有什么问题 需要探讨的话 也可以这个 私下里跟我联系 都可以的啊 但你们要标注一下 标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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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如果现在没问题的话 也不要紧 就是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加一下 就是马老师的QQ 然后如果之后 也有其他图书馆的问题的话 也是欢迎通过电话 或者是邮箱 点击我们图书馆的参考服务组 这个我微信号 也是这个厦门这个手机号 到商务的这个啊 加微信 加咕咕咕都可以的 是大家可以 加一下马老师的微信 或者是 我们参考服务组 那他们电话 还有邮箱 我都放在这个 聊天框里面了 另外明天的下午三点 也有一场是 和SizeRider合作的培训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是欢迎大家 允月报名的 那这周呢 就是我们这个云培训 讲座的最后一周啦 那大家 有时间的话 也是把握机会去 报名参加 听听看的 好 那看起来应该大家目前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啦 那没有的话呢 那今天这场培训就到这边结束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再次谢谢马老师的讲解 谢谢 也感谢这个各位老师 各位这个同学的这个参与 好好 好的 谢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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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